这是二战中最著名的巷战 也是世界上最惨烈的巷战 它是苏德战争中爆发的大规模战役 共打了半年时间 从1942年7月17日持续到1943年2月2日 也被誉为二战中的转折点之一 这场战役之所以如此出名 是因为它的血腥程度超过了人们的想象 据统计 苏德双方投入总兵力达350多万人 总伤亡超过200多万人 苏联统帅部的报告称 苏军一名士兵的生存时间不会超过一天 团长不会超过五天 能活72个小时就能当连长了 在这场空前惨烈的战争中 能多呼吸一口氧气 都是得到了上帝的垂帘 炎热的夏季 德第六集团军顶着烈日赶往顿河 他们的任务是 打穿苏军位于顿河河湾两岸的防御 占领斯大林格勒 进而沿福尔加河向东南方向发展 将黑海北岸的战线南端 一直延伸到离海北岸 如此一来 德域集团军群便可大胆向顿河 福尔加河以南的高加索地区前进 从而占领南高加索地区的油田 此时 距离蓝色行动已经进行了近一个月 在沃罗涅日方向德军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但补给严重短缺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们 且本就不足的补给 还要向执行主要任务的德集团军群倾斜 这导致德第六级团军在奔赴顿河方向的路上 不断有部队调队 也就是补给被上级收走 以保障其他单位继续前进 即将与之交手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状态同样糟糕 不妨于顿河西岸的苏第六十二级团军 与苏第六十四级团军 是刚从大本营预备队中调来加强斯大林格勒方向防御的部队 总兵力加在一起刚过十万 所辖步兵师大约一两千人 不及理论编制的五分之一 德军攻击斯大林格勒的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全力保障德集团军群的侧后方 以助其拿下南高枷锁地区的油田 究其背后 是由于德国在开战后 陷入了严重的粮食危机与燃油危机中 粮食危机短期内可以靠在占领区洗劫 掠夺满足本土需要 但燃油危机则会导致农作物 农产品的收割运输成为难题 从而引起更严重的粮食危机 所以 德国需要更多的资源将战争进行下去 也只有将战争进行下去 德国才能得到更多的资源 按照蓝色行动的最初计划 德币集团军群负责执行在沃罗逆日方向上的任务 而德A集团军群则负责福尔加河方向上的任务 再沿福尔加河切断高加索地区 与苏联本土的联系后 他们才会向南进攻高加索地区 但苏军在沃罗逆日方向上的失败 促使德国做出了苏军已无有生力量的判断 为加快进攻高加索地区的步伐 本应由德A集团军群负责的福尔加河方向 就这样被临时分配给了德币集团军群所辖的德币六集团军 原本可以专心负责沃罗逆日方向的德币集团军群 被分割到了两处不同的战场上 1942年7月23日 德A集团军群攻占罗斯托夫打开了通往高加索地区的大门 同时德第六集团军对苏第六十二集团军的防线发起了进攻 经过两天的斗争 苏第六十二集团军的右翼濒临崩溃 第三天 前来增援的苏第一装甲集团军先头部队抵达前线并向德军发起反击 装甲部队的反击虽然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战果 但至少遏制了德军继续向纵身发展 在顿河西岸防线的右翼附近 苏德双方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胶着态势 在左翼 苏第六十四集团军的防线也开始在德第六集团军的攻击下摇摇欲坠 德第六集团军在顿河西岸策划了一场前行攻势 只要两翼的装甲部队最后在河畔的卡拉奇会师 德第六集团军就能在顿河西岸一口吃掉苏第六十二 第六十四集团军进而渡过顿河指导斯大林格勒 但苏军的抵抗挫败了德军的前行攻势 虽然代价巨大 但总算保住了顿河西岸的阵地 事实证明 单靠德比集团军群所辖的德第六集团军 是无法在福尔加河方向取得突破的 7月27日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顿河西岸防线的右翼 发起反击 虽然没有什么进展 但毫无疑问的是 如果德军还想占领斯大林格勒 德第六集团军就需要增援 虽然德第六集团军在顿河防线的左翼取得了一定战果 但前行攻势的计划显然没有成功 不光是德国在失去了乌克兰大片土地后 苏联同样陷入了粮食危机中 除粮食危机外 此时苏联未沦陷地区的人口只有轴心国的七成 这其中的危险并未被苏联高层发掘 他们深信失败后可以撤退 因为他们的祖国拥有广大的纵深 高加索地区除了产油外 还是苏联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失去高加索地区 对苏联的打击是不可估量的 在这种情况下 苏联于7月28日发布了著名的227号命令 命令部队不可在没有上级命令的情况下 擅自撤退 7月29日 在顿河西岸的右翼 苏军反击还在进行着 最新加入反击的是苏第四坦克集团军的先头部队 但反击依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无效且愈言愈烈的反击 敲响了德军的警钟 意大利第八级团军与德第四装甲集团军 被陆续分给德币集团军群 但距离他们抵达战场还有一段时间 现阶段苏德双方只能继续在顿河西岸胶灼着 两天后 深入苏军纵深的德军等来了援军 被分割 包围的苏军则完成了突围 不管怎么说 德第六级团军总算把部分战线推进到了顿河河畔 值得一提的是 在此期间 苏第六十四级团军司令崔可夫中将由于下令部分部队撤退至顿河东岸而被免职 即使他在之前的九天里成功阻止了德军向卡拉奇推进 在二二七号命令发布后 撤退是极为敏感的 苏联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苏军不能再把战争的希望寄托在祖国广大的纵身上 时间进入八月 德第六级团军已经疲惫不堪 不得不停下来进行短期休整 休整期间 德军成立了专门负责保障福尔加河方向作战的空运部队 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地面运输能力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自然不能坐视德军积蓄力量 只能不断以小规模兵力骚扰休整中的德第六级团军 他们依然坚守在顿河西岸的防线 但德第四装甲集团军已随德A集团军群 于防线下游处渡过了顿河 正调转方向沿顿河东岸朝德第六级团军靠拢 他们原本同德第六级团军一起被用于沃罗逆日方向 后被德币集团军群调去德A集团军群 以加强高加索地区的攻击力量 由于德第六级团军在顿河西岸受挫 德第四装甲集团军又被调毁了德币集团军群 以加强福尔加河方向的攻击力量 苏联北高加索方面军所辖的苏第五十一级团军 在德第四装甲集团军的攻击下不断后撤 被分割的一部分逐渐靠向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不得不把宝贵的预备队投入到这个方向上 以保障顿河西岸的部队不被分割包围 糟糕的是 其中一个失程火车赶往前线 在还没卸车的情况下 被德军装甲部队与俯冲轰炸机部队攻击 为数不多的有声力量就这样被德军打残 刚从苏第六十四级团军卸任的崔可夫中将被受命指挥 所有在德第四装甲集团军攻击下 不断向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方向撤退的所有部队 任务是全力保障苏第六十四级团军乃至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左翼 但是苏军的左翼空虚不断被德军装甲部队迂回 结果是崔可夫中将的战斗群除了后撤别无他法 双方的战线在这里犬崖交错 甚至还发生了苏军地面部队被有军飞机轰炸的事件 就在此时 苏联重组了福尔加河方向上的指挥机构 根据最新形式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及其周边部队被一分为二 卡拉奇 斯大林格勒一线以北的部队归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指挥 卡拉奇 斯大林格勒一线以南的部队归新组建的东南方面军指挥 就在德第四装甲集团军向斯大林格勒前进时 他们由于补给短缺不得不停了下来 苏第57第64级团军与崔可夫中将的战斗群 终于把左翼的情况稳定住 8月7日 经过修整的德第6级团军 恢复了对苏军顿河西岸防线的攻击 他们继续执行上一次没有成功的前行攻势 在两到三天的时间里 左右两翼的装甲部队成功于卡拉奇会市 坚守在顿河西岸的苏第62级团军 主力被德军合围于顿河西岸 近三万苏军即将面临最后的战斗 苏第62级团军冒着即使被围歼的风险 也要坚守在顿河西岸的原因是 西岸的地势高于东岸 于东岸设防的防御方 其纵身将完全暴露在西岸进攻方的视野中 失去了顿河西岸绝大多数阵地的苏军 只能向东退守到斯大林格勒 那里有提前修筑好的城防攻势 还有为修筑攻势出攻出力的几十万平米 然而苏第4坦克集团军还坚守着顿河西岸的部分阵地 这处阵地位于卡拉奇以北 威胁着试图攻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部队侧翼 德第6集团军下一阶段的目标就是扫除这一侧翼威胁 为后续攻击斯大林格勒的计划扫清障碍 8月15日针对苏第4坦克集团军的攻击打响 苏第4坦克集团军被迫全线收缩 前来增援的苏第1禁卫集团军 协助苏第4坦克集团军守住了顿河西岸残存的阵地 但也仅此而已 苏军的反击依然混乱 分散 没有任何进展 在德第6集团军围歼苏第62集团军 击退苏第4坦克集团军之后 停滞在顿河东岸的德第4装甲集团军 终于再次行动起来 他们在德第6集团军组织渡河时 打穿了苏第57集团军的防线 先头部队甚至报告说 在望远镜中看到了斯大林格勒的南郊 那些可以远远望见斯大林格勒的德军 将于第二天亲眼目睹德国空军 将这座城市化为火海 冲天的乌黑烟柱 直达3500米的高空 方圆300公里范围内的人都能亲眼见到 事实上 德国空军在整个8月中 一直没有停止轰炸斯大林格勒 但这次是德国空军 自从战争开始以来 所组织的最大规模轰炸行动 8月23日 斯大林格勒的工业区 住宅区大部分被毁 基础设施瘫痪 医院 学校也不能幸免 燃烧弹爆炸带来的大火席卷全城 仅仅10分钟 浓烟就遮蔽了太阳 全城一片昏暗 德第6集团军在同一天取得了少有的突破性进展 其先头部队在突破了苏军的防御后 从顿河东岸一直打到了福尔加和西岸 斯大林格勒北交 现在 他们不用望远镜也能看见正在燃烧的斯大林格勒 而他们的身后是正在燃烧的顿河 德第6集团军在顿河东岸的快速行动 看似一扫之前在顿河西岸的阴霾 但实际上 他们在高温天气下连续作战 战斗检员与非战斗检员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数字 虽然对面的苏军检员更为可怕 但德第6集团军还身负占领斯大林格勒的任务 以这样的状态去攻击一座城市显然是不明智的 除非苏军已经失去了可以坚守斯大林格勒的有生力量 事实的确如此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以息损失惨重 右翼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所辖的 苏第21第63集团军跨过顿河 攻击德币集团军群 分担斯大林格勒正面的压力 左翼的东南方面军也在南方拖延着 德第4装甲集团军向斯大林格勒方向前进的步伐 后市通常认为 德军是一路势如破竹兵临斯大林格勒城下 随后局势在巷战中戏剧性的急转之下 但事实上 即使德第6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打到了福尔加和西岸 但其主力依然在顿河东岸与苏第62集团军的残不胶着 已经打到福尔加和西岸的先头部队处于相当孤立的位置 正在承受着苏军来自四面八方的反击 德第4装甲集团军经过调整 又发起一波攻势 直接耗光了苏第64集团军的预备队 左翼局势的急转之下 促使苏军做出把苏第62第64集团军撤回斯大林格勒的决定 虽然德第4装甲集团军紧咬不放 但苏第64集团军的撤退总体上还是成功的 德第6集团军的主力都被拖在了福尔加和西岸战场上 没有多余的部队去侧应德第4装甲集团军 在南方的攻势 这使得苏第62第64集团军得以及时撤回斯大林格勒的外围防线 9月初的一场大雨拖慢了德军追击的步伐 入修后 德第6集团军与德第4装甲集团军终于达成了德国期待已久的兵临城下 在德国看来 斯大林格勒的防御已经是千疮百孔 只需要踢上一脚就会彻底垮塌 9月2日 德第6集团军与德第4装甲集团军继续派出部队蚕食苏第62 第64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外围阵地 没有机动 没有突破 没有穿插 双方做的就如同一个月前在顿河西岸做的一样 竹豪争夺 软磨硬耗 斯大林格勒还没有被完全孤立 德第6集团军并没有在斯大林格勒北侧建立足够的纵身 苏军在第二天的反击就是针对此处 只要打穿此处的德军防御 就能同还在斯大林格勒外围坚持的苏第62 第64集团军重新建立陆路联系 反击由苏第4坦克集团军 第一禁卫集团军与第24 第66集团军负责执行 监督此次反击的是刚从莫斯科飞来的诸可夫大将 无论是谁坐镇 仓促间展开的反击注定没有进展 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斯大林格勒所面临的压力 斯大林格勒又经历了一次大规模轰炸 这次轰炸从根本上动摇了苏军坚守斯大林格勒的决心 对于坚守在斯大林格勒外围的红军部队 任何一点微小的帮助都是必要的 斯大林格勒城下苏德双方都已是强弩之末 为什么德军要把兵力消耗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苏军要死守这个地方 斯大林格勒究竟有多重要 已经在交战中化为废墟的斯大林格勒 究竟还有多少攻占和坚守的价值 蓝色行动以来 德币集团军群的战线一直在向东南方向延伸 未来将一直延伸到离海北岸 兵力不足的德军迫切需要借助顿河 福尔加河的天然屏障 建立防线来保护继续向东南方向发展的德帝六级团军 如果德帝六级团军放弃攻占斯大林格勒 继续朝离海进军 那么就等于是让苏军保有了一处 可以随时威胁德帝六级团军补给县的桥头堡阵地 德军无法容忍这种威胁存在 尤其是补给本来就不够充裕的情况下 事实上 即使德帝六级团军还没进军至离海北岸 苏联的沃罗涅日方面军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也已经在顿河对岸开辟了三处这样的桥头堡阵地 这是德帝集团军群力量被分散后所导致的结果 对于苏军而言 不管这座城市叫什么 里面都还有几十万平米 他还在苏军手里 德帝六级团军与德帝四装甲集团军就无暇南下 加入对高加索地区的进攻中 德A集团军群对高加索地区的攻击同样陷入了僵局 北高加索方面军虽然被迫放弃了大片平原地区和迈克普油田 但他们牢牢把守住了高加索山脉的各个山口 在撤离前 迈克普油田被彻底破坏 导致德军在半年内都无法恢复生产 而高加索地区的另一处油田 格罗兹尼油田位于高加索山脉中 被北高加索方面军紧紧保护着 可以说 德国的想法是 只要第六级团军继续进攻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但德第六级团军主力 被北侧苏军四个集团军的反击牵制住了 在这一阶段 对斯大林格勒实施主要攻击的是德第四装甲集团军 他们在9月10日打到了福尔加和西岸 斯大林格勒南郊 把守卫斯大林格勒城区的苏第62级团军残部 与守卫斯大林格勒南郊的苏第64级团军 分割开来 此时的苏第62级团军司令 同崔可夫中将一样 由于下令部队撤退而被免职 是参谋长在临时指挥 他们的新任司令崔可夫中将 还在苏第64级团军那边 没来得及到苏第62级团军报道 虽然通过反击 两个集团军暂时恢复了联系 但显然他们被再次分割 只是时间问题 目前苏第62级团军统一指挥城内部队 包括各师残部 内务部部队 海军步兵部队 民兵部队 以及后续增援上来的部队 兵力共计5万左右 9月12日 崔可夫中将来到福尔加河东岸的东南方面军司令部 接受了担任苏第62级团军新一任司令的任命 同一天 他乘渡轮进入了斯大林格勒 9月13日 在大规模的轰炸后 德军对斯大林格勒城区的第一次攻击打响了 其中 德第6集团军所辖的第71 第295 第389步兵师负责从正面攻击 德第4装甲集团军所辖的第24装甲师 第94步兵师和第29摩托化步兵师 负责素清斯大林格勒城南附近的抵抗 除了第71师拿下了斯大林格勒机场外 德军总体上进展不大 9月14日 德第94步兵师和德第29摩托化步兵师 在斯大林格勒城南取得了一定进展 他们打到了福尔加河西岸 彻底切断了苏第62级团军与苏第64级团军的联系 德军在这一天的最大进展 发生在机场以东的马马耶夫港 德第295步兵师攻占了这里 这里是斯大林格勒的制高点之一 是连接城南与城北的要点 德第71师趁着德第295师 拔掉马马耶夫港这颗钉子的时机 静止冲进城区 展开巷战 几乎打到了福尔加河西岸 火车站失守 城南 城北的联系被德军基本切断 在这危急时刻 苏第13禁卫步兵师前来增援 他们是此时在斯大林格勒唯一一支可以称之为师的部队 9月15日 苏第13禁卫步兵师通过反击夺回了火车站 与部分失守的街区 恢复了城南与城北的联系 并有效地遏制了德军针对该片区域的攻势 同一天 城南的防御开始频临崩溃 德第24装甲师一路深入城区并攻占了火车南站 德第94步兵师和德第29摩托化步兵师的进展也不小 苏得双方在城南彻底搅在了一起 9月16日 苏第13禁卫步兵师的两个营协助兄弟部队 在反复拉锯后夺回了马马耶夫港的部分阵地 9月17日 城南的大部分阵地宣告失守 守军残部只能背靠福尔加河沿岸部防 9月18日 苏第四坦克集团军 第一禁卫集团军 第24第66集团军 再次在斯大林格勒北侧 打响了牵制德第6集团军的反击作战 同时 越来越多的增援部队开始集结在福尔加河东岸 准备随时渡河增援 坚守在斯大林格勒的苏第62集团军 苏第92海军步兵旅 在这一天帮助苏第62集团军 保住了城南仅存的部分阵地 苏第137坦克旅 则被安排去加强城北的防御 城北的苏军基本保有全部阵地 他们对面的德军除了缺乏补给外 还被北侧的反击牵制住了主力 即使苏军的这次反击 依然没有打通与斯大林格勒的陆路联系 但此举确实减轻了城北的压力 9月19日 苏第95步兵师渡河增援 加入了争夺马马耶夫港的战斗 9月21日至22日 苏第284步兵师渡河增援 也加入了争夺马马耶夫港的战斗 此时 第一批渡河增援的苏第13进卫步兵师 与苏第92海军步兵旅 已经被德军分割包围在城南靠近 富尔加河西岸一线的城区中 9月24日 苏第193步兵师渡河增援 同一天 德第100列兵师也赶到了斯大林格勒外围 他们参加了7月至8月的顿河西岸战斗 并留在那里守卫着德第6级团军的侧翼 陆续赶来增援的罗马尼亚第3级团军 接替了侧翼的防御任务 同之前赶来增援的意大利第8级团军一起 保障德第6级团军的侧翼安全 而德第6级团军则可以把被替换下来的师派往斯大林格勒增援 德第100列兵师就是第一个 9月26日 德第94步兵师和第29摩托化步兵师基本肃清了城南的抵抗 9月27日 德第389步兵师 第24装甲师 第100列兵师 第71 第295步兵师开始朝城北前进 苏德双方在城北部分阵队展开巷战 伤亡很大 苏军在这一天再次失去了马马耶夫港 但在接下来的两天 德军进攻的步伐放缓了 截至9月30日 德军疲惫不堪 无力再战 虽然之前在斯大林格勒北侧 被苏军攻势牵制住的 德第60摩托化步兵师 第16装甲师 也参与到了攻击斯大林格勒的序列中 但两师的进展极为有限 与此同时 苏军又得到了苏第39进卫步兵师 第308步兵师的增援 一起渡河的 还有在福尔加河东岸重整过的苏第42 第92海军步兵旅 此消彼长中 局势开始发生扭转 在斯大林格勒进行着巷战的同时 苏联再次对福尔加河方向上的指挥机构进行调整 原东南方面军改称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原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改称顿河方面军 在朱可夫大将意识到 原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很难在斯大林格勒北侧 对德军把守的阵地造成突破后 他把目光移到了刚刚抵达顿河前线的罗马尼亚部队上 在那里苏第21第63级团军 与苏第4坦克集团军 在顿河对岸的桥头堡阵地 且面对的是战斗力弱于德军的意大利第8级团军 与罗马尼亚第3级团军 鉴于越来越多的部队渡河增援 斯大林格勒的局势有所缓解 不用再为斯大林格勒分担压力的顿河方面军 有45天的时间来准备这场反击 当然 这就要求还在坚守斯大林格勒的苏第62级团军 继续坚守一个多月的时间 这次反击的目的不光是为了守住斯大林格勒 苏军正在酝酿一场大范围的反击 打算把德第6级团军分割包围并予以见面 行动代号为天王星 10月1日 德第6级团军所辖的第16装甲师与第94部兵师 把城北苏军分割包围起来 但无力继续攻击 同时 苏第62级团军在接磊镇附近的反击也失败了 此时 德军已经意识到撤出斯大林格勒不是为一种选择 但在这个决定被批准下达前 城内的德军还是要继续攻击 即使他们已经基本失去了继续攻击的能力 10月3日 德军除了把苏军彻底驱逐出了接磊镇 与马马耶夫港外 没有取得任何较大进展 只要德军停止攻击 苏军无论多么疲惫都要发起反击 以尝试恢复失守的阵地 在翠可夫的命令下 苏第62级团军 从巷战一开始就频繁地在德军攻击的间隙中发起反击 这不是失去理智的浪费兵力 一味地被动防御 阵地总有全部失守的一天 只有通过反击打乱德军部署 恢复几方阵地才能坚持更久的时间 更何况 增援部队还在陆续赶来 这次是苏第37禁卫步兵师 那么德第6级团军的增援又在哪里 福尔加河上游方向 苏军在勒热浮屠出部的攻势 牵制住了德军大量兵力 当然 伤亡是惨重的 德军不愿放弃这个突出部 因为这里是距离莫斯科最近的一处战线 放弃勒热浮屠出部 就意味着放弃了彻底征服苏联的计划 这对于国内显然不是一个好的信号 哪怕这种放弃只是暂时的 更让德第6级团军感到悲观的是 德第29摩托化步兵师 在肃清了斯大林格勒城南的抵抗后 被调毁了德第4装甲集团军 他们不光没得到增援 甚至还有部队被增援去了别处 10月4日 德第16装甲师与第24装甲师 各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这传递出了一个信号 那就是德第6级团军参与攻击的各步兵师 摩托化步兵师已经彻底失去了攻击能力 德第16装甲师始终需要防御斯大林格勒北侧的盾河方面军 德第24装甲师更是在参加过城南城北的战斗后 现在连一个装甲团都算不上了 除了兵力不足外 德第6级团军的弹药也即将告庆 除了弹药告庆 德第6级团军的粮食也不够喂饱所有官兵 即使他们在附近搜刮 劫掠也难以缓解 补给问题一直困扰着德第6级团军 并在此时出现了击中难返的趋势 修筑铁路加强补给能力需要削减现有的补给 来补充给修筑铁路的工兵部队 而他们本来就补给短缺 实在无法承受进一步的削减 无法加强铁路补给能力 就只能通过汽车、马车来勉力维持 而这却大大加剧了机械与罗马的损耗 可他们却无力填补这些损耗 因为首先要保障的是粮食与弹药 实际上 即使这样后勤补给 也一直无法满足前线部队的需要 德第6级团军开始精简后方 机关人员已补充前线部队 这是他们目前唯一能做的 在斯大林格勒南侧 苏第51、57、64级团军 牵制驻德第4装甲集团军的绝大部分兵力 薄弱的侧翼 由苏军的重兵虎视眈眈 后方的补给还运不上来 前方的部队精疲力竭 无力攻击 德第6级团军的这个秋天 气氛有些过于肃杀 10月8日 苏第62级团军于城北 被德军分割、包围 除部分突围外 全部折损 斯大林格勒北侧的顿河方面军 所辖的苏第4坦克集团军 第一禁卫集团军 第24、第66级团军 第三次发起反击 以减轻城内苏第62级团军的压力 这场攻势只持续了三天 因为苏军这四个集团军 同样精疲力竭 损失惨重 10月12日 苏第62级团军 以刚刚渡河增援来的苏第84坦克旅为主力 继续反击 德第6级团军也从侧翼调来了 德第305步兵师 进入四大林格勒 10月14日 德第6级团军终于从德第4装甲集团军那里 要来了第14装甲师 作为增援 他们集中德第305 第389步兵师 第14 第24装甲师 打算一举击破苏军在城北的防御 早上 德军猛烈的炮击与轰炸 瘫痪了苏第62级团军的通信 下午 德第14装甲师 作为先头部队与主力部队 攻进了位于福尔加和西岸的拖拉机场 城北被他们分割成了 无法形成联系的两个部分 斯大林格勒的陷落在双方眼中 都只是时间问题了 虽然整体的局势 在悄然转向 有利于苏军的一面 但在斯大林格勒 苏第62级团军 承担着局势扭转的代价 10月15日 德第14装甲师 完全占领拖拉机场 10月16日 苏第62级团军 得到了第138步兵师的增援 苏军并没有打算 放弃这处可以继续牵制 德第6级团军主力的阵地 同一天 德第14装甲师 与第305步兵师 开始攻击苏第62级团军的主阵地 留德第94 第389步兵师 与第16装甲师 肃清苏军 在雷诺克附近的抵抗 10月17日 德第14 第24装甲师 与第305步兵师 继续攻击苏第62级团军的主阵地 这一天 苏军被分割 包围 苏第62级团军 似乎即将倒在 德军一口一口的蚕食中 德第6级团军 又从侧翼调来了 德第79步兵师 参与攻击 翠克夫已经拿不出任何预备队了 10月19日 苏第24 第66级团军冒着羽加雪 又一次在斯大林格勒北侧发起反击 虽然没有任何进展 但苏军还是寄希望于 此次反击能尽量牵制一些德第6级团军的兵力 以减轻斯大林格勒城内的压力 哪怕只有一丁点也好 羽加雪中 坚实的土路被来往的车轮翻成了烂泥 富尔加和两岸的交通都陷入了一定程度上的瘫痪 苏德双方都正在面临严重的不计短缺问题 由于天气状况不佳 德军失去了空中支援 地面攻击不得不停 自从德第6级团军重启攻势后 苏第62级团军终于在这场持续了两天的羽加雪中 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他们从裤下坚守到了满秋 现在领东将至 天晴后 德军继续攻击 10月23日 新加入战斗的德第79步兵施工 进了位于马马耶夫港东北的红石岳钢铁厂 苏军在城北被分割在了三处阵地上 一处位于雷诺克镇附近 一处位于砖厂 建类兵工厂与红石岳钢铁厂之间 第三处就是从红石岳钢铁厂 到火车站附近靠近富尔加和西岸的狭长地带 苏德双方在胶着中反复拉锯 形成胶着态势 由以砖厂 接类兵工厂与红石岳钢铁厂为甚 10月28日 德第305步兵师完全占领接类兵工厂 10月29日 苏第45步兵师渡河增援 稳住了红石岳钢铁厂仅存的部分阵地 战斗进行到此时 城内的德军只能发起营 连规模的攻势 城内的苏军也主要以连 排规模的兵力分散防御或实施反击 没有师 没有团 双方挤在残垣断壁间 以挤师人为单位进行交火 可以说 转场 戒类兵工厂与红石岳钢铁厂 这三处阵地 耗光了德第6级团军最后的攻击能力 后续投入攻击的德第14装甲师 第79 第305步兵师也停下了进攻的步伐 时间进入11月 局势已经很明显了 如果没有增援 那么德第6级团军就没有任何办法 继续攻击斯大林格勒 此时 苏军的防御已是千疮百孔 德军只需要再来一拳即可 德第6级团军 希望德第29摩托化步兵师 可以成为这支拳头 但德第4装甲集团军 需要一支预备队来面对苏第51 第57 第64级团军所试驾的压力 最终 德第6级团军只得到了一些 东拼西凑来的工兵营 因为工兵部队在巷战中的表现确实出色 德军决定将这一宝贵经验予以应用 德第45 第50 第162 第294 第336工兵营 将与德第24装甲师 第44部兵师各自组建的两支突击连以及城内部队一起对斯大林格勒 挥下最后一拳 11月11日 被工兵部队加强过的德第305 第389部兵师开始苏青接累兵工厂附近的苏军抵抗 他们三面包围了苏第138 第308部兵师和苏第84坦克旅的残部 工兵部队在残垣断壁中利用炸药与手头的装备进行推进 帮助步兵部队终于取得了一定战果 但伤亡是巨大的 11月16日 白色的大雪覆盖了灰色的废墟 棕色的泥土 焦黑的残骸与黑红的血迹 福尔加河上大块大块的伏兵顺流而下 阻断了东岸向斯大林格勒输送补给的航线 如果这是一场拳击比赛 那么此时城内的苏德双方都早已失去了挥拳和格党的能力 伤痕累累的他们仅仅是坚持着站在擂台上 等待着对方先站不住倒地 就这样 在冬天到来后 决定整场战役成败的关键由城内转向了城外 时间回到10月22日 苏联以苏第一禁卫集团军的指挥机构为基础 重建了西南方面军的指挥部 重建的西南方面军将下辖苏第五坦克集团军 第21第63集团军 同时 苏第四坦克集团军改称苏第65集团军 负责指挥位于西南方面军与顿河方面军结合部的红军部队 11月5日苏第63集团军改称为苏第1禁卫集团军 新的苏第1禁卫集团军将担任西南方面军的预备队 诸可夫为此次反击行动定下的发起日期为11月15日 由于补给问题最终被推斥到了11月19日 为减轻苏第62集团军的压力 苏第64集团军也像苏第24第66集团军一样 开始尝试朝斯大林格勒方向攻击 虽然没有太多进展 但把城内德军吸引了一部分过来 一夜大雪过后没有放晴的天空同大地一样 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糟糕的天气使双方都失去了空中支援 11月19日清晨的总攻主要以地面战斗为主 在罗马尼亚军队防线的正面 苏军整整进行了80分钟的炮击 随后坦克伴随着步兵的波浪线 开始通过工兵提前清扫过的通道朝他们压了过来 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对苏军的攻击早有预感 但现阶段除了德军的第22装甲师外 他们得不到什么别的增援 罗马尼亚军队坚持到了下午 苏军后续投入三个坦克军最终压垮了他们 苏第五坦克集团军与苏第21集团军 在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的防线上撕开了两个突破口 但大雪、雾气与罗马尼亚军队的顽强抵抗 阻止了他们进一步向纵身发展 好在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并没有足够的预备队 去把两个突破口全部堵住 他们堵住了苏第五坦克集团军继续前进的道路 任由苏第21集团军在纵身驰骋 11月20日 意识到不妙的德第六集团军开始调集第14、第16、第24装甲师返回顿河西岸 去对付突破进来的苏第21集团军 苏军在这一天向顿河对岸的两个突破口投入了两个骑兵军 在骑兵部队的增援下 苏第五坦克集团军击退了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的预备队 与苏第21集团军的突破部队对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形成了合围之势 德第四装甲集团军也受到了苏军的猛烈攻击 苏第51、第57集团军所面对的同样是罗马尼亚部队 德第四装甲集团军派出了预备队 也就是德第29摩托化步兵师来稳住部分阵线 现在德军已经没有任何师级单位来充当预备队了 苏军的一个机械化军借先头部队打开的突破口开始向纵深发展 苏第64集团军也投入了反攻 德第六集团军叫停了对斯大林格勒的攻击 他们的麻烦现在已经不在城内了 曼斯坦因元帅被受命指挥一个新的集团军群 也就是顿河集团军群 其中包括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 德第六集团军与德第四装甲集团军 但由于天气状况不佳 飞机无法起飞 此时距离它抵达前线 指挥部队还有一段时间 11月21日 苏第五坦克集团军和苏第21集团军的先头部队逼近卡拉奇 短短三天时间 从6月以来的近五个月中 一直高唱凯歌的德第六集团军突然面临灭顶之灾 苏军的攻势如同狂风一般席卷了德第六集团军的两翼 11月23日 西南方面军打穿了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的防线和德第六集团军的组结 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苏第51集团军在卡拉奇附近会师 切断了德第六集团军的退路 天王星行动成功 此举决定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的走向 苏军的包围圈内 除了德第六集团军的部队外 还有德第四装甲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的几个师 曼斯坦因对包围圈内的德军下达了固守待员的命令 他的计划是调集兵力新组建一个集团军 然后打进去解救贝维部队 这就要求德第六集团军至少要在包围圈内坚持到12月 但包围圈内的德军认为 在失去了公路与铁路运输后 仅靠空运来维持是无法长期坚守的 包围圈外的苏军也遇到了问题 他们没有足够兵力在包围圈西南侧建立一条阻击线 一旦德军的增援赶到 他们就将面临一个腹背受敌的事态 于是尽快歼灭包围圈内的德军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问题在于苏军低估了他们这一网大鱼的分量 他们所包围的德军实际兵力是他们所估计的四倍左右 所以苏军在11月24日的攻击进展不大 在斯大林格勒城内僵持了三个月后 苏德双方又在斯大林格勒城外僵持上了 11月26日德第六级团军丢掉了顿河西岸的全部阵地 他们被苏军压缩在顿河东岸至福尔加河西岸之间的狭小区域内动弹不得 此时苏军也无力继续攻击苏第一进卫集团军 第五坦克集团军第21第24第51第57第62第64第65第66集团军 只能暂时把德第六集团军死死看住 随后开始着手完善包围圈与阻击线 此时苏军针对乐热浮屠初步的火星行动也已经打响 不愿放弃此处的德军继续抵抗 对苏军部队造成了大量伤亡 11月30日德第6集团军进一步收缩了防御 放弃了顿河东岸 时间进入12月 苏军布置在包围圈西南的阻击线还相当薄弱 他们仅能抽出苏第一进卫集团军 第五坦克集团军和第51集团军负责 天王兴行动的成功帮助苏军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但他们还没能把主动转化为优势 德第四装甲集团军得到了一定的增援 正准备发起攻击 为德第六集团军解围 12月4日 刚刚增援给德第四装甲集团军的德第六装甲师 在歼灭苏第51集团军后继续北上 苏军被迫从包围德第六集团军的部队中抽出一部分 南下支援苏第51集团军 12月8日 德军击退了苏第五坦克集团军的一次攻击 12月12日 德第四装甲集团军以第六 第23装甲师为主力 正式朝斯大林格勒方向攻击前进 此时 距离德第六集团军被包围 已经过去了整整18天 入冬前 本来就在饿肚子的他们被包围到现在后 包围圈内已经开始出现士兵饿死的情况 曼师坦因本来建议把德集团军群从高加索地区撤回 以解斯大林格勒之为 但这个方案被否决了 原因很简单 南高加索地区的油田才是德国的最终目标 从高加索地区撤回意味着蓝色行动的破产 同时也意味着德国的粮食危机与燃油危机无法得到缓解 不能从临近的德A集团军群获得增援的顿河集团军群花了整整19天 才东拼吸凑出了这支用于解围的部队 其中包括德第六 第23装甲师 以及一些罗马尼亚部队 这支部队在12月12日的攻击是相当成功的 苏第51集团军的防线被撕开了一个口子 苏德双方都意识到了这处突破口的威胁与价值 德第四装甲集团军又得到了一个装甲师的增援 苏军则是把原打算派往斯大林格勒 参与总攻的苏第2进卫集团军调来这边 德军之所以选择苏第51集团军的方向作为突破口 原因在于这里虽然距离斯大林格勒更远 但苏军在此部署的兵力 要比苏第5坦克集团军方向上的更少 苏军甚至新组建了苏第5突击集团军 来增援苏第5坦克集团军继续攻击 攻击持续到了12月15日 苏第51集团军在得到了一些增援后 逼停了已经形成突破的德第6装甲师 这是德第6集团军被包围的第22天 他们正在成批的宰杀罗马用以冲击 12月16日 德第4装甲集团军又得到了德第17装甲师的增援 包围圈内的德军之间到处都传递着 曼师坦音来了的消息 德军士兵相信只要曼师坦音发起进攻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然而就在这一天 苏军发起小土星行动苏第1禁卫集团军 与苏第3禁卫集团军成功跨过顿河 在三天内击溃了意大利第8集团军 早在天王星行动发起前 以罗斯托夫为目标的土星行动也被提上了日程 苏军为此特意没有让苏第1禁卫集团军 参与到天王星行动的主要攻击中 土星行动要求苏第1、第2、第3禁卫集团军 直插罗斯托夫切断位于高加索地区的 德A集团军群的退路 由于苏军迟迟迁包围圈中的德第6集团军 苏第2禁卫集团军被调往斯大林格勒方向 在执行计划的兵力被虚弱后 土星行动被迫改为小土星行动 小土星行动并不要求立即解放罗斯托夫 苏第1禁卫集团军与苏第3禁卫集团军 在苏第6集团军的支援下 成功把战线推到了顿河对岸 严重威胁着德集团军群与顿河集团军群的退路 德军破戒需要装甲师的反击来稳住战线 但已有的德第6、第11、第17、第23装甲师已经全部被用于解围行动 德第14、第16、第24装甲师则在包围圈内等待救援 德第6、第17、第23装甲师在罗马尼亚部队的支援下 缓缓地向斯大林格勒推进着 留给他们完成解围任务的时间所剩不多 德军随时会调他们回顿河西岸去稳定战线 12月18日 苏第2禁卫集团军的先头部队 抵达了苏第51级团军防线的背后 原计划参与土星行动的他们 在被调往斯大林格勒参与总攻的路上 由于苏第51级团军防线告急而被拉来了这个方向 对于德军而言 无论是解围还是突围都不可能了 德第6级团军棺材板上的最后一颗钉子被钉死了 解围意味着被包围的部队要坚守待援 德军在12月12日至12月19日发起的解围行动 意图打通与德第6级团军的路上联系 为其输送不给 也就是说 德国不愿意放弃几乎得手的斯大林格勒 而突围则意味着要德第6级团军放弃斯大林格勒 希特勒认为 放弃代表此次付出的惨重代价复制东流 代表未来需要付出同样惨重的代价才能重新夺取该地 所以不能轻易放弃 一旦解围部队打通了与被围部队联系的路上通道 那么得到补给的德第6级团军则尽可继续坚守斯大林格勒 退客沿着解围部队打通的路上通道撤退 然而没有解围部队带来的补给 德第6级团军哪也去不了 包围圈内 坦克 装甲车 汽车没有汽油 罗马也被杀得差不多了 被围部队已经彻底失去了机动能力 12月21日 德第4装甲集团军撞上了苏第二进卫集团军的防线 德军的解围行动彻底失败 一边是解围行动的失败 另一边是苏军小土星行动的成功 德军开始抽掉部队以应对苏第三进卫集团军的攻势 德第6装甲师 这支解围部队的生力军被调去了这个方向 这代表着德军放弃了对德第6集团军的救援 12月24日 苏第三进卫集团军攻占了德军的一处重要机场 当苏军的坦克冲上飞机跑道时 他们发现大量军用物资与设备被遗弃在这里 这一天 德第6集团军没有收到任何来自空运的补给 同一天 苏第二进卫集团军向德第4装甲集团军发起反攻 德第4装甲集团军被迫开始朝远离斯大林格勒的方向后撤 在1942年的圣诞节 德第6集团军的士兵能清楚地感觉到套在脖子上的脚绳越收越紧 1943年1月1日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改称南方面军 南下指挥苏第二进卫集团军 第28第51集团军 包围德第6集团军的苏第21第24第57第62第64第65第66集团军 全部由顿和方面军指挥 统一指挥的背后是决定性总攻打响的前兆 当天苏军炮击了包围圈内的德军阵地 德军紧张地打出照明弹 却发现苏军没有在炮击结束后发起攻击 原来这场炮击纯粹是为了庆祝新一年的到来 从1月4日开始 顿和方面军开始在德第6集团军的防线上 不断发起试探性攻击 1月8日 苏军要求包围圈内的德军投降 但德第6集团军拒绝了这一提议 因为德第6集团军在这一时间投降 意味着包围圈外苏军的7个集团军被解放了出来 这将大大加剧高加索地区局势的恶化 鉴于包围圈内的德军拒绝投降 顿和方面军于1月10日发起了指环行动对德第6集团军的歼灭战打响了 苏第65集团军担任主攻 索辖各部集中在12公里长的战线上以优势兵力 活力对德军实施打击 一个小时的猛烈炮击与大规模轰炸过后 苏军在坦克部队的支援下 开始对德第44步兵师与第29摩托化步兵师的阵地展开攻击 德军前线部队被彻底击垮 形势迫使德第3摩托化步兵师收缩了阵地 一方面用于支援他处 另一方面也是避免被分割、围艰 包围圈南侧 苏第64集团军同样发起了攻击 面对占据良好地形的德军 苏军进展不大 驻守在斯大林格勒城内的苏第62集团军也发起了攻击 自从天王星行动与富尔加河风洞以来 他们得到了充分的补给与修整时间 苏第45步兵师夺回了红十月工厂 苏第39进卫步兵师击退了德第100列兵师 苏第284步兵师则夺回了马马耶夫港的部分阵地 1月11日 苏第65集团军切断了德第44步兵师 与德第29摩托化步兵师之间的联系 德第3摩托化步兵师与德第29摩托化步兵师 被苏第21第57第65集团军三面包围 1月12日 德第60摩托化步兵师 第16第24装甲师虽然挡住了苏第66集团军的攻击 但已无法承受进一步的损失 1月13日 德第3摩托化步兵师与第29摩托化步兵师的主力 被苏军分割 歼灭 德第297步兵师开始被苏第64级团军逼退 1月14日 苏第57级团军消灭了德第376步兵师的主力 1月15日 面对苏第66级团军持续的攻击 德第60摩托化步兵师 第16第24装甲师被迫后撤 德第6级团军从这一天开始不断收缩防线 因为没有汽油而无法移动的汽车 装甲车 火炮与坦克就这样被遗弃在之前的阵地上 本来处于纵深处的野战机场 也陆续暴露在了苏军的炮火之下 这一天 只有三架运输机飞进了包围圈 其中还有一架被苏军的战斗机击落 随着越来越多的野战机场无法使用 德第6级团军终于开始陷入绝望 1月16日 不断放弃阵地后撤的德军士气开始崩溃 苏军却叫停了攻击以修整部队 对于胜负已定的战局 顿河方面军此时的目标是尽量减少损失 1月22日 德第6级团军的防御被基本瓦解 阻挡苏军前进步伐的主要是德军残部的抵抗 以及需要打扫的战场 至1月25日 德第6级团军的残部 躲进了已成废墟的斯大林格勒 1月26日 包围圈外的苏帝51进卫步兵师 与斯大林格勒城内的苏帝13进卫步兵师 完成了历史性的会师 德第6级团军被分割成了南北两部分 此时 作为首个进城增援的师 苏帝13进卫步兵师 已经在城内战斗了133天 战斗继续进行 苏军开始逐接逐向的 肃清德军在城内的抵抗 即使到了这种地步 德军也依然毫无意义地负于顽抗 他们开始停止向伤员发放挤养 一切物资都优先攻击还能战斗的人员 不愿意在这一阶段付出过多伤亡的苏军 耐心且谨慎地压缩着包围圈 苏第一 第三进卫集团军 苏第五坦克集团军 与苏第二进卫集团军不断向西推进 德第六集团军已经不可能等到援军 苏军有充足的时间来 慢慢消灭包围圈内的德军 1月30日 千里之外的希特勒正在庆祝掌权十周年 在演讲中 德第六集团军的士兵被塑造成了 为国家而牺牲的英雄与勇士 虽然他们之中的幸存者 还在斯大林格勒的残缘断壁中挣扎着 为了配合国内的宣传 希特勒需要德第六集团军战指最后一兵一组 就在这一天 德第六集团军的司令保卢斯上将被授予了元帅军衔 因为此前 德国从来没有元帅投降过 但进粮绝的德第六集团军 已经在包围圈内坚持战斗了68天 他们在极端恶劣的态势下 牵制了苏军七个集团军 为德军重整战线争取到了有利条件 但饥饿 严寒 疾病 焦火 每时每刻都在收割着包围圈内德军的生命 而国内在这些幸存者还没死时 就迫不及待地拿他们的牺牲做文章 可以说德第六集团军幸存下来的士兵 被他们的国家背叛了 慷慨赴死是一回事 不得不死 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德第六集团军于1月31日 向苏军释放了打算投降的信号 双方开始就投降事宜展开讨论 保卢斯元帅并没有出席商议投降事宜的会场 严格意义上说 他是后来被俘的 两个小时后 苏第六十四级团军 接受了德第六级团军的无条件投降 但是 德第六级团军的高层军官们 并不想背上下令手下部队投降这一污点 所以 斯大林格勒城内的德军 依然有部分在进行着抵抗 折磨着双方士兵的战斗还在进行着 2月2日 德第六级团军有组织的抵抗终于结束了 而斯大林格勒城内零星的交火 甚至一直持续到了3月 这就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结局 德第六级团军司令保卢斯元帅 步兵第四军军长普菲菲尔中将 第五十一军军长库尔斯巴赫中将 第295师师长克尔费斯少将等23位将官 2000名校级以下军官和91000名极度饥饿劳累的德军士兵被俘 多年后仅5000人活着回到德国 斯大林格勒战役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 都是二战中甚至人类战争史上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 这次战役是德国军队所遭到的最大一次失败 德军在顿河、福尔加河、斯大林格勒地域总共损失了约150万人 战其当时在苏德战场作战总兵力的四分之一 还有35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 1.2万门火炮和迫击炮 约3000架飞机 7万多辆汽车及大量的其他技术兵器 这些损失使德军遭到沉重打击 粉碎了希特勒灭亡苏联 进而称霸世界的狂妄企图改变了苏德战场的战略形式 是苏联卫国战争的重大转折点 也是欧洲战争乃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转折点